在宜兰太平山违法喂食黄猴雕第一件法办案件出炉 一名男子11月中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涉嫌喂食又拍黄猴雕 经过相关单位查证之后 在昨天依违反野保法韩颂地检署侦办 最高可罚30万元一年以下的刑期 也提醒民众切勿一身释法 男子拨着手中的面包抛给眼前的黄猴雕 趁着他吃得津津有味时 拿出大炮摄影机捕捉可爱一幕 不过这行为已明显违法 警告标志写得清楚 禁止喂食野生动物 却还是有民众视而不见 今年在台湾山区看到黄猴雕的频率有增加趋势 但是11月中有一名周姓男子 在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园区的翠峰湖附近 事先教好摄影器材后 利用面包屑引诱黄猴雕扣进 看似无害的行为却可能会造成生态隐忧 本大队的雕音乐现场周围的监视器 进行交叉比对 并循现追查周姓犯贤桃案说明 这回男子的行为经警方查证属实 依违反野保法最高可罚30万元 和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成为第一件在太平山违法 右拍黄猴雕被横送法办的案件 相关单位判民众以此为戒 共同保护生态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